高雄在昨天晚間發生了一起重大車禍 有一輛載有27人的遊覽車 行經人武區水管路時 疑似因為駕駛不熟路況 衝撞寒洞 導致車頭被銷毀 造成一名男乘客當場死亡 14人受傷送醫 高雄市長陳其邁到醫院探視傷者 認為駕駛理論上不該犯這個錯誤 遊覽車車頭上方被削掉了一大半 車窗玻璃碎裂滿地 一旁慢車道的寒洞 明顯寫著限高兩公尺 遊覽車駕駛疑似不熟路況誤闖 才會導致車禍發生 而就坐在司機座上方的80歲周姓男子 當場死亡 隨著女兒才剛和父親通話不久 就接到惡號 報平安的電話 成了婦女間最後的通話 這輛遊覽車旅行團多為台宿退休員工和高雄市民 一起參加阿里山一日遊行程 車上包括駕駛及領隊共有27人 20號晚間8點多就快要到家的路上 撞上寒洞 走成一人死亡 還有十四人受傷送醫 高雄市長陳其邁也趕往醫院探視 駕駛向警方公稱進入寒洞前的限高標誌高於車輛 衛料進入後才發現寒洞下緣過低造成這起事故 尋後被警方依過失致死等罪嫌移送 而事發的遊覽車2021年11月才出場 下次檢查日是今年11月 詳細的肇事原因還有待釐清 記者王柔廷 朱鳳之中健綱綜合報導